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達傳說王國之類 我說為在這個影片裡面 我們要繼續往利特村出發 利特村在這個地方 發光的地方 我們現在人在這邊 我們現在人在塔邦達 大橋驛站的旁邊 我們就一路走這個路 一路到利特村 在路上我們要解一個支線任務 叫做 元昊演奏者的逃脫具 那我們出發囉 往這個橋這個地方出發 有人在這個地方 騎馬摔下去過嗎 我在礦野之騎裡面有騎馬摔下去過 在王國之類裡面 從來沒有 叫我們過了橋以後 然後 我們應該會看到卡邦達 我們來幫他扶一下他的招牌 在左邊 這是他的招牌 有點凹洞的感覺 那我們就拿一些木板過來 這邊我放個木板在這兒 然後放另外一塊木板 在這邊 把它結合起來 像這樣 我們來跟他講話一下 把手放開看看 把手放開看看 兩塊木板就可以幫到他的忙了 在幫完卡邦達以後 旁邊有個小遊戲 大家可以來玩一下 這邊 這邊 這邊有看到一個利特村的人 他說他要訓練 他叫做 涅斯特 他要成為出色的利特族戰士 所以他要訓練 這個挑戰 你可以用救急手 把球吸到 這個平台上面 你也可以用倒轉乾坤 把球倒轉回平台上面 我的話 我推薦用倒轉乾坤 先倒轉乾坤 然後開始囉 他丟東西以後 我們倒轉一下 然後適時了 取消倒轉乾坤 應該蠻簡單的 如果用倒轉乾坤的話 成功第三個 然後第四個 到底前面會不會停留一下下 紅色的比較重要 紅色要掉下去了 紅色比較高分 有一個我Loss掉了 還又Loss一個綠色的 到目前我的分數是16分 不曉得大家在玩這個小遊戲的時候得到幾分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得了16分的話 我們看我們能得到什麼獎勵 我們給他20個Ruby 當作參加費 如果你得到16分的話 如果你得到16分的話 他又給我們50Ruby 就是我們賺了30Ruby 還要再嘗試一下嗎 不用了 這小遊戲蠻有趣的 大家可以過來玩玩看 那在幫了卡邦達還有玩了小遊戲之後 我們就繼續往利特村前進 我們的馬呢 來了來了 大家隨時看著地圖在 要去利特村的方向 我們就往這個地方走 要用峽谷的地方 不要再過橋往回走了 要往峽谷的地方走 那你在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看到 右邊有一些怪 有一些 波克布林就對了 現在還沒看到 等一下會看到 我在練習的時候 有打過 右邊的波克布林 其實沒有什麼寶箱可以拿 好像就是劍而已 等一下 這邊有一些 暖暖操果想要拿 這邊啊 這邊啊 如果你打右邊的這些怪以後 你好像拿到一個 十個木劍而已 很爛的獎勵所以不要拿了 也不要打它 然後繼續往前走 你會看到右邊有一個 煙在這個地方 看到嗎 這邊就是我們今天想要做的一個支線任務 這支線任務叫做 圓浩演奏者的逃脫劇 那我下來的話 這邊我們會碰到 一個圓浩演奏者 他叫余福爾 他說利特森正因為暴風雪困擾著 所以他打算 將圓浩的音色及物資帶去給他們 不過他還出發沒有多久 就摔到地面上這個開的大洞了 他的馬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貨物也壞了 僅存搬運車而已 不過這個洞裡面 他也爬不上去 可以的話想要把搬運車一起拉上去 大家有解過這個支線任務嗎 那我們就來幫助他 逃脫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再跟他講話的話 我們就跟他說 你坐上搬運車吧 好的他坐上搬運車以後 你有種種的方法 只要把他推離這個洞窟就可以了 那我的話 我做比較簡單的事情 我就把熱氣球 吸過來 吸到這邊 一個就好了 太多太重 一個熱氣球在這裡 放在中間 然後 一個 點火的火龍頭放在這邊 我都把它黏好以後 我把火龍頭 的組合 放到車子的上面 好像這樣放到中間這邊 在繼續往前走之前 我把這些木箱打壞 裡面應該有木箭可以拿 好像我們就準備好好出發了 我們在這個地方 用我們的救急手一下 用我們的通天術 講錯了 用通天術一下 先到上面 好 直接到上面了 然後啟動我們的道具 打這下面的鐵板就可以了 熱氣球開始 發揮作用 這時候我們換成我們的救急手 等到可以把它拉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拉這個氣球 直接把它拉上來 有沒有很簡單 這樣我們就過關了 之前我想的太複雜了 用種種的方式 想要把它自己 讓它自己飛上來 不用 用救急手拉上來 就可以了 啊 啊 之後我們會解一些樂團的任務 那些樂團你要到森林驛站那邊去找 他也告訴我們要去森林驛站 我們之後會去森林驛站 不過我們先要解 利特村的任務 喔 他要給我們 精力蜂的蜂蜜喔 這個我們在另外一個樂團的 隊員的任務裡面會用到 在卡卡利特村附近 我們會碰到另外一個隊員團的成員 這樣我們就解了 元昊 演奏者的逃脫劇 這個支線任務 我們繼續往利特村那邊出發 把我們馬叫一下 我們繼續往前進喔 你會看到左邊有些波克布林喔 不要管他 打了他們以後沒什麼好處 然後這個上面也有些波克布林 上面上面有些波克布林 我打過 獎勵很爛 好像是木箭而已 我們繼續往利特村這個方向走 不小心壓到一個小狐狸 如果一直往這條路上面走 我現在走這邊 我從 這個 塔班達大橋驛站這邊開始走 然後這樣一路走 有路的地方 我想要一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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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利特村這邊 然後我們快要到一個橋 這樣 如果你走對的話你會走到一個橋 可能我們馬上又要遇到 卡邦達了 又要幫他立招牌 可能要過橋以後才要幫他立招牌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你就可以隨時開地圖 隨時知道你自己在哪個地方 有了有了看到他了 他又要立招牌 他又要立招牌 我們來幫他立一下招牌 這次的話我來用我的木板 然後用比較高一點的木板 然後用平板再剩下 欸 像這樣 我直接擋在這邊 我直接擋在這邊 這樣應該可以吧 跟他講話一下 把手放開來看看 我就到處幫這個卡幫打 好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接下來我們馬上要過一個橋 如果你發現前面有橋的話代表你走對了 過了橋以後我們會碰到一些怪 那就看大家不要打 我就打算不要打那些怪 過橋以後我們看到一些怪 橋下面有一些怪 橋真的很窄 應該不會掉下去如果騎馬的話 好像我們就出發 我們會看到蜥蜴戰士 蜥蜴戰士的動作真的超快的 蜥蜴戰士動作超快 然後看到一個波克布林 你可以把他撞倒 撞到以後他會有一些火焰果 等一下我們要這個火焰果 好 幹嘛過來 幹嘛過來 過來送死幹嘛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邊有些草莓我來拿一下 繼續往前走 這樣沿著這個路往前走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個地方 上面有一些岩石 有看到嗎 上面有一些岩石 這個地方上面有一些岩石 但他在這邊 在上面有一些岩石的地方 現在我有點冷 我來換一下衣服 我來換我的防寒服 這樣換了防寒服以後比較不會冷 那你在這個地方 上面有石頭的地方 能通天樹往上傳 然後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神廟 上面 那我打算今天先玩到這個地方 我們下集再來幾個神廟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字幕我onton!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